一产工程顺利 两年前柯文哲跟微金集团创办人沈庆金同台 宣告当时才拆除一年多的金华城购物中心 终于又在同地点重建 盛大举办动土仪式 但金城自这一产背后却是牵扯上百亿不法利益 台北地检署持续大动作侦办金华城弊案 指出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副市长彭震生 让金华城获得百分之二十的中基奖励 因此图立神庆金的不法利益高达一百一十一亿七千零二十三万多 各界质疑金华城是否还要继续干 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表示 要都委会成员或是首长被起诉或判刑 裁证点违法要求停工 如今北检认定 神庆金获得的一百一十一亿多属于犯罪所得应该没收 之前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扣押金华城的土地后获准 也代表着不管金华城未来是否继续改建 这土地在官司确定之前不能正义处分或买卖 东西新闻社会中心在台北报导